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人逐渐逐渐能够了解 逐渐逐渐能体会 这样才能把烦恼吸气降伏主啊 降伏必须要将世尊教会落实 落实才能降伏 不能落实 那你是解物 你没有欺负啊 解物可以暂时辅助 忍耐一下 暂时辅助 一般人常讲 忍耐是有限度这样 到忍无所忍的时候就爆发了 所以必须要落实 深解一去之后 你烦恼吸气能滑稽 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是修行 是正果 教给你的 你不能落实在生活行为上 这是不好学 你学的是一些言语 你的齐心动念 生活行为没有产生变化了 那有什么用处 佛家常讲的 教化 教是教你 教你 你就要产生变化 化弥为物 化我为善 你要变化才行啊 老四只能教你 那个化是你自己 我们今天讲消化了 是你自己 消化一定落实在生活 你是真的消化了 你说我懂得 我也会说 这个没有用处 你做不到 做不到 你并没有真的消化 真的消化一定做到 你吸收了 变成养分 养你的智慧 养你的德性 你真的受用啊 视而不化了 没有用处 听得再多 记得再多 记问之许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自己得不到真实受用 也是古人常说 说得一仗 不如行得一吃 说是慧眼 行是功夫 这个重要 你不断烦恼 所有的智慧都叫邪智慧 清亮大四在《华言经诸节》里面说的 有解无行 心就是断烦恼的功夫啊 烦恼不断 结是什么 经典通达了 说得天花乱坠啊 烦恼没有断的 那是什么呢 清亮说得很好 正障邪晋 那个智慧是邪智慧 不叫正智慧 正智慧是与邪相应的 戒行相应的智慧叫正智慧 戒行不相应的智慧就是邪智慧 真正明白了 要落实到生活上 戒行相应 这是真感 戒行不相应 换一句话说 不能把佛菩萨的教诲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上 落实在应酬上 生活还是随身烦恼 佛法是佛法 生活是生活 两庄四 这是一生都不能成就 必须落实在生活 佛法跟生活是一不是二啊 佛家常家 入不二法门 佛法跟生活是两庄四是二 你就不得其蒙而入 你学得再好 讲得天花乱坠 你还是高六大轮回 还是出不了三界 所以一定要行 要起真心 所以我们知道多少一定要做多少 你能够做到 你的戒又会深一层 又会扩展一层 你的行为就越能够又深化一层 这样的戒帮助行 行帮助戒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这是张家大师从前教我看破方向 看破是戒门啊 放下是行门啊 戒心相知 就是互相帮助 能到如来地 戒一分 行一分 戒两分 行两分 一定要把所学到的 所理解的 统统落实 统统做到 这个是做学生的态度 要深解一去 必须认真去做 戒行相应 戒能帮助你行 行能帮助你更深入的理解 那才真正有味道了 才真正得到发喜充满了 学佛人如果学得有烦恼 没有欢喜心 要求 要反省 要检点 出了他错了 学佛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无论你处在什么样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总而言这一句话 发喜充满 这是正常的 如果学得有烦恼 没有欢喜心 不是在理论上错误 就是在方法上错误 一定出了错误 你要去找这个原因 原因找出来 把原因消除 才能走上正常的道路 观念修正过来了 行事行为 生活行为改变 你真正用功啊 佛法的修学 诸位同学必须要记住啊 如果不能落实在生活上 这个佛法是假的 没用处 要晓得 要晓得 佛法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 食疗 马上就管用啊 就转境界 确确实实是烦恼清智会长 我们这个功夫才能得力了 佛法的利益立刻就得到 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信结行 后面是真 没有通过行 不能争过 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啊 净土家信约信 信念里头有结 没有结 信念怎么深 凭什么深起信念 一定是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相信他 我不怀疑他 能行 从行当中啊 真实 尽宗的真 就是往生 必须 把阿弥陀佛 教导我们的经典上 所看到的 修行的理论跟方法 我们通通用上了 欧修 欧修 欧俑 欧俑 欧俑